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3日 星期二 好 多謝大家 昨天又說我做得好 做回好了 我都是照做自己的事 那今天 我想有新聞都未報 我已經投了上Facebook page 稍後再講講這件事 今天不講太多閒話 因為我遲早起床做 我昨天吃了藥 那我先報新聞 教育局說7月起會向全港幼稚園派國安獨本 發信提醒應該助幼兒認識中國人的身份 教育局說幼稚園可以協助幼兒認識香港是國家一部分 和作為中國人的身份 幫助他們初步認識國家和中華文化 深入認識國家安全的各方面 以及自己在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詳情因為我認為這件事真的是脆弱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教育局7月份會派國安獨本 但我想說 那些嬰兒子3至5歲會不會讀呢 教育局楊用雄有沒有想過呢 講不太多評論 國安獨本是由前中聯辦法律部主任黃鎮文讚寫的 好 721白衣人暴動案今天求情 阿爾冠就說 不懂的都敢打 完全是喪失理智 2019年7月21日 元朗站發生白衣人無差別襲擊案 7名白衣人早前被裁定暴動 有意圖而傷人等罪成 案件今天13日起 分兩天在區院聽取求情 法庭今天先處理黃英傑、林官娘、吳偉藍、蔡立基求情 法官葉助文明言月台襲擊非常嚴重 會考慮高刑期的判案 法官又說 在車道受襲擊的人 基本上是無差別的人士 男女老友困著不可以走 並坦然相關影片看了令人很不開心 我想不到為什麼可以做這些事情 完全解釋不到 完全是喪失理智 即是他說那些白衣人 另外這案件是葉助文法官 大家應該有印象 好不好大家自己評價 港大就說不再承認 港大學生會在 港大作為獨立註冊社團的校內角色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早前通過 議案感激刺警案死者梁建輝及後撤回議案 學生會幹事之後是全體請辭的 香港大發表聲明強烈譴責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公然美化暴力的嚴重不當行為 形容是挑戰社會的道德底線 損害港大社群的聲譽和利益 港大就說不再承認香港大學學生會作為獨立註冊社團 現有在校內的角色 同時按大學程序 嚴肅調查學生會評議會的事件 並根據調查結果 對攝影師的學生作出進一步的處理 校方將設立專責團隊協調和處理學生的各類事務 保障正常學生活動是不受影響的 學生呼籲校生應該回歸理性 秉持正確的價值觀 行政長官這個時候又出來發話 他說 議案令人發指感到非常憤怒 他說對於評議會的行為為這間大學感到有點羞愧 即使已經自協和撤回議案 他都覺得校方應該繼續行動 愚警務處覺得有跟進的空間 他也同意由執法機構跟進 唉 那都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他今天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有選委會 當然選委說 當局的表格要求填寫他們或他們的配偶 有沒有外國護照或BNO等 林鄭月娥說 他說 目前已經完成特別選民登記 正進行審查階段 為確保審查過程公平 包括當然選委等都要經過審查過程 有關資料是供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之用 他說 表格要求的資料很基本 例如有關配偶和他 他有沒有其他國籍或BNO等 那有又沒有又怎樣 你難道敢DQ李家超嗎 那李嘉誠基金會就說 92歲的李嘉誠 因為小時候經常做同工 經常搬寵物 傷及塞蓋 加上長年打哥爾夫球 加重相重的情況 在2007年已經去美國進行全室關節節緣手術 因體會到手術後對生命帶來的轉變 因此由今年的1月展開2000萬全室關節節緣手術的資助計劃 在半年內已經為200多名患者 順利完成手術 那李嘉誠再決定加買2000萬 預計再多260名患者可以受惠 今次第二期全室關節節緣手術 申請期由2021年7月19日至2021年8月18日 家庭月入少於8萬元 並已在公立醫院輪候超過三年 在職人士或主要家庭收入者是考慮優先的 優先考慮 這件事可能新聞沒有報的 那我一收到訊息 就已經放上我們Facebook的Patre 所以大家記得去FacebookPatre 到搜尋 名字是升旗易得道 你應該找到的了 都是講新聞 我們有什麼最快的新聞就會放上去 我想大家應該聽過Mis Poon 他懷疑氣保潛逃走了 我現在詳細講講 今天他要上庭 開庭在職 庭上多次呼叫 地區辦事處 遇襲案首被告 即深水埗南昌北 前區議員 劉家行的夫人 潘書韻 Mis Poon 你應該知道哪個美女女 經常拍那些性感相 經常上新聞 就沒有回應 其親友以及代表大律師梁麗根 都沒有弄臉 預料潘書韻或者已經棄補潛逃 警方或者接獲線部 已經派遣了探員到場 控方要求次被告即劉家行的前議員秘書李逆喬 交出所有旅遊證件 不得離開香港 每星期警署報道三次 更改住址 需通知警方 並以原有金額五千元保釋 暫時未知會不會因為 首被告前途反對去保釋 那你又提出要求 到刪庭前夕了 次被告即劉家行的前秘書李逆喬 是獲准以上述條件保釋 另外發出拘捕令追緝首被告即是Mis Poon 案件押後六星期到八月二十五日再次提堂 最後講到書展 明天書展會舉行 書商預料生意點都會下跌 敏感書將會清零 明天一連七日會在灣仔舉行書展 貿法局就說參選商應該要知道國安法的界線 大會不會預先審查書籍 他就不認為書展是沒有政治書的出售 即是他認為有政治書會出售 有書商形容敏感書會在書展內清零 並預計疫情下生意會下跌 今天暫時是這麼多 大家記得按like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和支持我們的Patreon 上Facebook那裏可以有一首新聞 不是一首的總之是快的新聞 可以即時看到 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多謝大家 多謝你們 拜拜